有的演员眼睛会说话 有的演员眼睛像摆设 唯有暗箱来播出 设定是挺有意思的 但大多数时候 小方的关键体验都是 我恨你们 像块木头 演技真的太拉了 先是女主周野 野子美丽 但演技也是着实油盐不尽 她的眼神不是单纯的木 但情绪就是达不到眼底 演的就很表面 举个例子 当话前发现自己重生了这段 该有震惊 有庆幸和后怕 但她的眼睛 却没表达出这种复杂的情绪 表现震惊 她眼珠子瞪得一下比一下用力 表现庆幸和喜极而泣 她一样瞪着眼 演技浮夸 我爹还活着 你这是做什么呀 不是做梦 我真的回到两年前了 我要回去 看我娘 还有我哥 有时候吧 觉得女主的演技 还不如身边的丫鬟呢 你看这一段 丫鬟得知自己主子受宠之后的喜极而泣 你去树山 把我的衣物用品搬过来吧 是 大爷 及格的眼神戏 至少要到这种程度吧 看周爷演戏 真的有一种无力感 他表现气氛 演技是这样的波澜不惊 你去查一查 那个人是谁 竟然敢暗地里勾引大爷 是 二姑娘 高潮剧情提出合理 她的神情还是这样 我想请长公主做主 愿我和大爷合理 此番前来 我并非一时冲动 我 绝不后悔 要命的是 周爷的演技 还不是最差的 这部剧的男二女二 才是一对卧龙凤厨 这俩真正做到了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于正力捧的女二造情 抛开颜值诈骗不说 演技才是她的致命伤 别说指望她眼睛能说话了 前剧大半的时间 她都是这样犯困的模样 就算是睁开双眼 也是两眼无神 弹幕都发现了 感觉女二在这部剧里 演的表情都一样 这可不是夸张手法 而是据实描述 请看图判断 以下表情都发生在什么情况下 答案揭晓 这是在和女主对峙 这里被绑架 命悬一线 面无表情的 被男配表白 在一幕到底的委屈控诉 一个表情演完整部剧 女二还是挺节能的 男二跟女二其实挺般配 般配就般配在这木头眼神上 彭楚月随便截图 都是木雕展示 不管什么情绪 她都半搭拉着眼皮 两眼空空 这段心爱之人被侵犯后震怒的情节 她的眼神戏 我已经无力吐槽了 你们自己品吧 查清原有 你哥哥什么样的性子 你自己不清楚吗 现在看 就是你们兄妹早就合情好了吧 你冷静 我可以不杀她 但我必须要废了她两条手臂 让她知道什么人不该碰 几位主演两两搭配 就能合成一次四目相对 可是觉得小娘的身份 委屈了你 那不如 我这个大娘子的位置 也让给她来做 冤有同 债有主 即便此前 我以为对你有愧 而处处忍让着你 我以为演员的眼睛 是用来表现情绪的 结果她呢 倒是玩起了一二三木头人了 这样不会用眼睛说话的演员 内娱还有很多呢 木头派和瞪眼派日益壮大 指望他们眼里有戏 精进演技 难上加难呢 搞笑的是 最近有一条热搜 被与眼睛会演戏的演员 以为能看见什么惊人的演技 结果给我开笑了 请欣赏粉丝眼里的演技派 谢谢 没看见多惊人的演技 就看到了城墙后的滤镜 真正的眼睛会说话 至少能用眼神准确表达 喜怒哀乐惊等多种情绪吧 来一段公开处情的对比 就知道什么叫差距了 喜表达爱意喜欢 你看唯有暗香来这段 男二听到女二愿意嫁给他后的眼神戏 就一点也感受不到他的爱意和欣喜 你若不愿意可以拒绝 我去找师娘说情就是 我愿意 同样的情绪 对比陈冠霖这段冰雪消融眼神戏 简直就是将为打击 能不能演好爱意真的很重要 其中最好磕的就是眼神疼啊 但现在大多数明星们演感情戏 眼睛要么不会说话 要么就在乱说话 田锡薇演新版上错花叫 武剑这段暧昧甜腻的氛围拉满了 而看着他一直瞪着眼睛啊 我只品出了惊悚 宋威龙跟居静一大戏 导演用长达一分多钟的慢镜头 想表现一眼万年 但我觉得他的眼神的前台词 更像是晚上去寻仇 现在的偶像剧里也不是没有优等声 谈剑刺就能用眼神 演出新露了一拍的巨像画 演暧昧戏 演员会眼神拉丝 会眼神开车 那都是加分享 这种演技啊 才是观众的兴奋剂 怒 生气 愤怒 这种情绪 很多明星都用瞪眼神功 表现自己的演技 以为啊 万事大吉 其实场面滑稽 木头派也个个是人才呀 生气都能冷处理 唯有暗香来女二女主 一场质问戏 台词写的剑拔弩张 但他俩脸上都神色淡淡 胡锦言跟徐凯吵架 演成了AI过招 一个啊 是没有感情的台词机器 一个听着 眼珠子动都不动 所以我们朝夕相处 他手把手 教我读书 写字 叹息 可就是不让我教他一声鸟 有多少次我要脱口而出 最终我不敢 他死了 要说这种吵架情绪系的优秀案例 我必须拿出宁静 马景涛这一段了 这些年来 你的言行作为 早应该应识多少回 鱼儿 你揍我 为了你我放弃追求可得的皇位 真正的眼睛会说话 是能让观众直观感受的 而不是粉丝写篇小作文 竹针吹出来的 哀 哀伤悲痛 这种情绪比较复杂 各位虚假眼疾派 都演成了犯困派 剧情里 孩子死了 杨超越眼睛半眯 好像马上能睡着 回忆父母过世 居第一 吃着面条哽咽 眼睛眨呀眨呀眨 悲痛都不达眼底 更觉得是 被亲近之人捅到 赵露丝都能淡定翻困 对比当初 演小微被捅的眼神戏 就能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眼神游戏 你说拿周迅这个影后出来吧 那是有些欺负人了 那就拿同龄层里的 无垒做对比吧 《星汉》里这段重逢戏对比 五年离别的悲 过境南重园的伤 谁的眼镜里 装了情绪 很直观了吧 无垒18岁时 游戏转背的眼神戏 就已经很绝了 眼睛里没有光了 原来是可以演出来的 赵露丝的眼睛 能说好甜话 但说不好 更复杂的情绪了 别人成长后的眼神变化 从天真到沉重哀晚 眼神里都是故事 而赵露丝 演成长性角色 好像连带着有智芒效果 按理说吧 这种情绪是很好演的 可娱乐圈的演技差声 总能突破想象 月上重火 陈玉琪 嘴角上扬着 但眼睛里 一点波澜都没有 笑意不达眼底 四海里 刘浩存那惊人的一笑 就是眼神戏没到位 明明是开心的 但她的眼神里 好像一点情绪也没有 特别冷漠 再配上拉扯嘴角的笑意 就产生了一种 甚人的感觉 遮住刘浩存的下半张脸 你会发现 她笑语不笑时 眼神都没有丝毫变化 都很空洞 下半张脸在笑 上半张脸在观察 这种笑 baby也有同款 剧情是男神地址关怀后 女主小鹿乱撞 喜笑颜开 但baby的眼神却不是灵动欢喜 反而是用力瞪人 感觉下一秒就能把对面给干掉了 一定会有机会的 一个人在国外好好照顾自己 个别时候呢 甜西威也会有这种感觉 笑得很甜很用力 但眼神却差点意思 都说喜上眉梢 眼神灵动 眉眼弯弯的笑 才有感染力啊 惊 震惊 或者惊吓 邓眼派baby的震惊眼神戏啊 可谓是经典永流传 唯有暗香来 女二也稳定发挥 看见女主 坠牙后的震惊神情 依然目到家了 上次看见 这么没有情绪的震惊眼神 还是邓唯那场 眉林高光戏 至爱小妖 遍体鳞伤 她的眼睛里却是 谁呀 与我无瓜 有人连绑架都波澜不惊 居进一绑架戏 堵住了嘴 也能用眼神 表达她的丝毫不慌 吴锦炎眼被绑 眼里没有一点慌张无措 同样是堵住嘴 邓家家的绑架戏 只用眼睛表达情绪 就能让观众的心啊 都跟着提起来 眼神戏啊 其实很考验 演员的公别 但现在很多演员的眼睛 表达不出来内容 只好借用别的付诸了 黑化不靠眼神灵力 靠阴熏眼妆 发唐不靠眉目传情 全靠人工唐经剧情 眼睛是演技的窗户 有的演员 不光不练习打开 还随手上了锁 不光不练习打开